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炒芹菜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 今天教你一招炒出来的芹菜脆嫩又入味 好吃又下饭 首先把芹菜一根根的掰下来 然后再把根部去掉 叶子也给它去掉 然后再把粗一点的芹菜杆改成细条 这样我们在炒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熟 改好之后再切成三厘米左右的小长段 切好之后再把它装入大碗中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再下手把芹菜杆抓拌均匀 抓匀之后再倒入清水 再次抓拌均匀 然后放一边浸泡5分钟 这回我们准备几颗蒜瓣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再准备准备几根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大蒜放一起 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和葱蒜放一起 准备一小块瘦肉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肉丝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然后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来一小勺胡椒粉 再下手抓拌均匀 让肉丝充分的入味 抓匀之后再加入一勺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这里加淀粉 可以使肉丝吃起来更加嫩滑 抓匀以后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止肉丝粘连在一起 抓匀之后先放一边 研制15分钟 这回我们再准备一根红椒 先把红椒籽去掉 然后再把红椒对半切开 再切成红椒丝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这回我们的芹菜也已经浸泡得差不多了 先把芹菜控干水分捞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这回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用大火把水烧开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水开之后把芹菜放进来 这里加入食用油可以使芹菜的色泽更加明亮 把芹菜焯水30秒钟左右即可 如果芹菜焯水太久的话就不够脆嫩了 30秒之后再把芹菜控水捞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这回锅里再次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肉丝放进来 用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肉丝给它炒熟 炒熟之后盛出来放入碗中备用 锅里留油把葱姜蒜放进来 然后再把葱姜蒜炒出香味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接着把红椒放进来 把红椒炒至断生 然后再把芹菜放进来 肉丝也加进来 然后再把这些食材给它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我们再进行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勺蚝油 然后再把它们翻炒入味 时间也不要炒太久 炒熟之后就可以盛出锅啦 最后装入盘中即可 一道非常美味的芹菜炒肉丝就做好啦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色香味俱全好吃又下饭 有菜有肉非常的营养又美味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非常适合吃 这样炒出来的芹菜脆嫩又入味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吧